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4月21日礼拜三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有两宗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目前俄罗斯就已经在乌克兰边境 部署了12万大军 而且还有若干的军艦和战机 面对着俄国的大军压境 乌克兰外交部长傅列巴 就找了欧盟去求援 他就对欧盟作出了紧急的呼吁 叫欧盟积极考虑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制裁 傅列巴就说 只有痛苦的制裁 才能制止俄罗斯的侵略 第二宗消息 拜登政府就决定了 要对台湾出售武器 今次所卖的 就是地对空自走炮 在这麽敏感的时刻 拜登就忽然决定要对台售武 当然会引起了很多的联想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请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我们先去看看目前乌克兰的局势是怎样的 乌克兰外交部长傅列巴就说 俄罗斯的军队持续抵达 乌克兰在东北 东部和南部的边境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已经累积的集结了超过12万的兵力 他认为 目前是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包括的就是 俄罗斯有机会侵略乌克兰 而傅列巴在参加和欧盟各国会长的视像会议时 公开呼吁 欧盟应该要开始考虑 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制裁 傅列巴就说 虽然他不觉得 欧盟已经是做好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准备 但是他就仍然会积极地游说欧盟成员国的外长 他就强调 对俄罗斯官员的个人制裁是不够的 必须要对俄罗斯整个国家 采取更多的经济制裁 只有痛苦的经济制裁 才可以阻止俄罗斯的行动 傅列巴就叫救命地找欧盟求援 但是似乎他自己都打定输 就知道欧盟不方会怎么理解他 而事实上 欧盟亦都在探慢板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 准管俄军今次在俄乌边界和克里米亚 所部署的兵力 在军事规模上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但是 欧盟暂时未有计划 向俄罗斯再实施经济制裁 或者是驱逐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即是说欧盟已经得适到事件的严重程度 但是他们似乎未准备好 或者是不想下水 所以就等同于 是远拒了乌克兰外长的求援 好了 目前究竟 这个俄乌之间的军情是怎样 根据报道所说 俄罗斯 已经派遣了追击手 炮兵和逼击炮的部队 集结在乌克兰东部的边界 但是由于天气恶劣 有可能就会令到 陆地的攻击推迟到下月中旬才发动 等到天气变得较为干燥和暖和 以便陆军的大型装甲车 能够更加容易进军乌冬 即是说现在主要是集结兵力 至于其他军备 在陆军方面 但海军已经出发了 俄罗斯有四艘能够装射坦克 以及几千名士兵的 禽拒级大型登陆艦 已经在黑海海域出现了 连同已经部署了 在当地的15艘军艦 一早就已经超出了 在克里米亚进行军事演习的规模 乌克兰一名的军方高层就研判 俄罗斯有这样的部署 极有可能 会从克里米亚对乌克兰发动 水鹿两栖的攻击 目标就是要夺取 在乌克兰南部的供水设施 对克里米亚进行供水 因为自从2014年 俄罗斯兼聘了克里米亚以后 乌克兰已经停止了向当地供水 这是其中一个作战方向 另外在空军方面又怎样 俄军已经在乌俄边境 部署了15架苏34超音速战机 而苏34战斗机 从来都未曾派驻在乌俄边境 所以有不少人认为 俄罗斯明显就是要 为着进攻乌克兰做好 这个空军方面的准备 至于乌克兰方面有什么杀手简呢 其实他们曾经向土耳其 买了6架无人机 而且也是相当弃重这6架无人机 认为能够在一些战线上 发挥扭转战局的作用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乌克兰也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了 因为那6架无人机 你以为真是神仙吗 我估计到其实 一打的时候 俄罗斯就肯定会重点 弄走这6架无人机 到其时 恐怕这6架土制无人机 在未曾发挥到应有作用的时候 就已经要报销了 至于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怎么说呢 他就收起了 往日对俄罗斯那种强硬态度 放软了口风 他就说希望能够透过外交途径 来到去结束今次的冲突 但是也做好了准备 会在遭到攻击的时候进行自卫 他就说 乌克兰是不是想要战争呢 答案是否定的 但是乌克兰准备好打仗没有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扎连斯基还说 愿意去到乌东地区的顿巴斯 跟普京进行和谈 顿巴斯其实目前 就是遭到了俄罗斯所扶植的 傀儡政权所占领着的 在乌克兰眼中 就应该是一个轮陷区来的 身为一个总统都愿意 走到轮陷区那里跟你见面 其实就已经是摆下了姿态了 但是我相信 普京一定理你都傻了 就算你说要走去克里姆林宫跪见 他也未必会见你 他本尊会不会愿意走去乌克兰东部 这些不知什么地区跟你见面才行 更何况就是 就算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俄罗斯都赢了九成九 对于一场赢面这么高的 军事冲突 试问他怎会主动去放弃才行 所以我相信就谈不成了 除非是有第三方的势力在这次事件上发功 否则也挺难 拉到俄罗斯 谈到一些实质成果 当然其中一个第三方势力就是欧盟 但欧盟明明就帮不了 因为欧盟本身 自己的反应也是相当冷淡 至于另一个第三方势力就是美国 但拜登之前才宣布了 说原本要进入黑海的军舰就不去了 所以搞到最后 如果真的没有人出手的话 乌克兰不是没有机会要吃自己的 我估计 在这样的情形下 乌克兰也输了九成 希望不会发生战争 不然就真的死得人多了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 胡锡进在微博上 写了一条贴文 专门帮俄罗斯说行 俄罗斯的遭遇 可以说是地缘政治悲剧的绝场 苏联的什么问题是不能改革的 但是俄罗斯作为原苏联的主导者 拱手让出了对局面的控制力 俄罗斯就进行了民主改革 如今他们就有了西方政体的限制框架 实行多档选举 虽然俄罗斯仍然被认为是威权政治 但是他的改变幅度之大 就是很明显的 然而 西方从自由民主人权的角度 对俄罗斯的平击力度 完全就没降下来 俄罗斯以巨大的代价所做的改变 就没换来西方政治上的任何承认 他继续被美西 置于 相当绝对的意识形态对立面 其实俄罗斯本身有没有真的转变到意识形态 是不是 你的意识形态就是 你根本上是威权统治的 到现在还是 而且胡锡进那些偷换概念的诡辩術 是很厉害的 他说俄罗斯现在是实行多档选举 有西方政体的宪制框架 之前那个被人落毒的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是什么人 还叫做民主 胡锡进最后那段还说 俄罗斯的民主程度 肯定比沙特和新加坡要高 可惜的就是 俄罗斯比沙特和新加坡强大得多 他是西方消化不了的巨大北极巷 被排斥成为了俄罗斯的宿命 说这些东西又是抽空了整个context的语境来说 俄罗斯的民主程度 怎会比起 新加坡要为之高 你说比起沙特更高 没话可说 因为苏丹就是一个 军主专政的国家来的 但是他说俄罗斯比新加坡的民主程度要高 我就真的有很大的保留了 你说俄罗斯比起新加坡的国力是更强的 那我也可能会同意 因为如果你纯粹说军事实力的话 俄罗斯一定赢新加坡很多 但是 胡锡进说 俄罗斯的民主程度比起新加坡要高 我就真的不同意了 起码新加坡目前还有一个工人党做反对党 在新加坡的议会 都占有一定的席位 而且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们全部人都可以通过自由选举 工人党在国会起码还有议席 而且反对派在新加坡的得票率 其实是不低的 有接近四成的选票 虽然得到的议席是少的 但是这帮人都不是说没有民意基础的 而且起码新加坡的反对派 不会无厘头地说要中毒 要保外就医 这样那样 所以他说这句话我就不认同 接着我们就看看第二单的消息 拜登政府就第一次 对台湾进行这个授某 这次卖的就叫做 M109A6的 帕拉丁营自走炮 有什么作用呢 是有防空作用的 这架自走炮最厉害之处 就是可以保证 台湾现有火炮在数码化方面的障碍 因为现时台湾所有的火炮 都没有办法跟美国的军事系统 或者台湾新设的 军警系统来连线 只不过现在是换了之后 当然啦 因为这些东西是美国卖给你的 一定是能够连到美国的军事系统 这里就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这些自走炮就不需要 由其他车来牵引 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动 另外这架自走车 在发射炮弹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雷达 实施弹道计算 自动设定目标和瞄准 袁合布还说 这些自走车 就是一辆车能够 打出一个炮兵连的效果 到底行不行呢 当然需要实战的时候才知道 但是 拜登 第一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要维持对台售武的步伐 特朗普在上任半年之后 才是第一次对台售武 但是拜登 好像不像赶不赶 上任第三个月 就已经对台售武了 只不过 在他卖的东西 仍然不包括 台湾经常梦寐以求的 F-35战斗机 现在卖了这些东西 当然 可能在台湾的压角度来说 怎样都会有 渣渣就比什么都没有 不过 究竟这些所谓自走车 能够发挥到多大的作用呢 都成为疑问 但是 其实这次的对台售武 就是有 双重的政治意义 第一 他选择在这麽敏感的时刻 来去对台售武 是不是向其他国家发出警告 就是希望那些国家不要 借着俄罗斯 在乌俄边境有 一些冲突的时候 乘机拼 第二 明显 拜登就是要告诉人 对台售武的步伐 不会停下来的 而拜登也会承计了 特朗普时期大部分的对台政策 好了,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